今天呢我們去攝影場刊 那攝影場刊其實還蠻重要的 攝影場刊呢主要就是你在拍攝戶外外景的時候 那你去看一下那個景 那有很多很多的優點啊 像是你如果在準備的時候就去場刊的話 你可以在現場就把你的分鏡拍好 你就不用用手繪分鏡 那手繪分鏡就會花很多很多時間 或者是你要找一個分鏡師來幫你畫 那你去現場你就拍拍照片就完成 那第二個就是確定你拍攝場景沒有問題 什麼叫做沒有問題 就是確定他沒有在施工 或者是他發生了什麼事 或者是他根本就被消失了 像是我之前有真的拍過 就是他們約去什麼樹林機場 就是那個公車的機場 結果真的被拆掉啦 然後我們就全部不知道在幹什麼 所以場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明天我要回學校就是幫忙拍攝一個 有點像是人物介紹的影片 就是幹部介紹的影片 人物介紹的影片 就這樣子啦 那我們就要帶這兩支鏡頭去玩 一支是Irex的11mm神奇的鏡頭 那剛好總代理也在推Irex 我就拿去玩一下 反正他們沒有要求啦 就我帶什麼他們就用什麼 那還有一支70-200神奇的鏡頭 那回學校我想要順便帶東西去玩 所以我想要帶這兩個YCO年記給我的小燈去玩 但是真的拍攝的時候其實對器材很操 那外觀都會被磨損 但是我這個開箱影片還沒有拍完 所以我們就要趁今晚把這個外觀啊 所有它的產品細節全部拍攝完 那我們就現在來拍攝吧 不行這個東西一定要一直跟大家分享 直到每一個朋友都知道有這個產品存在 那這個東西叫做The Light Bridge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好用 那這個The Light Bridge 最厲害的是它可以有不同的柔光等級 你同樣的光照出來 達到這個反光板 攝影反光板 竟然可以有不同的柔光等級 這真的是 沒有人 你無法想像有這個東西存在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東西的話 這真的超級特別 就你平常在拍攝攝影啊 或者是拍影片的時候 你可能會用曠光幕或者是珍珠版 那這種反射出來的光 或者是透過去的光 就是非常非常的柔和 然後是180度的大亂照 那你就可能還要拿起板去遮 那這個東西完全不用 這超猛 猛到一個 我超熱 熱血起來 反正你可以控制柔光等級 那我現在是用一個1號 一個比較硬的反光板 那你就可以打出一個比較硬的影子 那這裡有一個3號的反光板 那你就可以打到比較柔和的影子 那剛好這裡有兩片非常接近 我們打出來 竟然可以有 就是同一個影子 而不會發現有很多很多的光源 亂照一通 這真的太厲害了 反正我每次使用 我就拍一個這樣的影片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 想知道 每一個朋友都知道 有這個東西的存在 Yeah